兵役延長方案年底前是否會公布 行政院長蘇貞昌強調 已在最後整理階段 有最新的做法會適時向國人報告 不過兩岸關係緊張 美國CIA中情局長伯恩斯示警 臺灣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是越來越大 還說習近平已下令要求共軍 在二零二七年以前做好戰爭準備 兵役延長方案外界關注 年底前是否會公布 由於距離年底只剩兩次行政院會 何時能拍板 行政院長蘇貞昌強調 已在最後整理階段 兩岸關係緊張 不只國內聚焦兵役問題 國際更關注臺海局勢 美國CIA中情局長伯恩斯示警 臺灣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還說根據CIA情報 習近平已經下令要求共軍 在二零二七年以前做好戰爭準備 應對共軍威脅國軍也持續增強防衛能量 船出海軍完成東部地區機動中隊部署 將進駐熊三熊二等飛彈機動發射車組 未來也將搭配部署 暗置魚叉飛彈 海軍低調回應 兵力整艦及部署都會依照敵情威脅 作戰需求以及國軍整體防衛構想 妥善完成規劃 記者歐榮 蔣龍翔綜合報導